脚架造型 好,那我们先画出这个脚架的骨架 那这边到这边是500 所以我们这里呢 做一个平面 right面 平移250 好,确定 好,然后呢,点选草绘 选DTM1 草绘 好,然后用线 画出骨架的一边的造型 好,然后选择法向 这边的长度 这里到这里的高度 这边的长度 这里的长度 这里到这里的角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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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,完了之后 选起来右键 修改 好 把再生拿掉 好,来第一段 这边是500 高度是400 这边的长度300 这边是150 角度是65 95 95 好,按确定 好,确定 好,确定 然后Ctrl D 把这个草图 复制过去 所以我们这边选镜像 以这个right面当镜色面 好,完了之后呢 这边点选曲线 从这一点开始 然后点第二点 完了之后到放置这边选直线 新增角度 好,角度这边呢 告诉我们是50 所以这边用50 好,然后点第三点 好,第四点 5点 5点 7 8 9 好,第十点 完了之后 好,完毕之后点选扫描 以这个路径做扫描路径 然后绘制扫描截面 我们把平面显示拿掉 好,点选圆 好,这边绘制一个圆 好,那圆的直径呢 这边告诉我们 外面直径40 里面35 所以这边是40 好,确定 好,然后呢 这边我们绘制它的厚度 那因为外面40 里面35 所以差5 5再除以2 所以是2.5 厚度是2.5 好,确定 Ctrl D 好,然后呢 坐标系 坐标系是在这里 所以这时候呢 我们选坐标系 选这一个 然后Y轴是朝上 Z轴朝上 不是Y轴朝上 Z轴朝上 所以这时候要沿S轴 转-90度 Z轴才会朝上 这个地方 我们把它转成小影模式 这边Z轴才会朝上 OK 好,确定 好,那这时候呢 我们来看 题目的部分 好,分析 质量属性 质量属性 CSO 来 题目第一个 问我们 Z轴的近视值是这一个 好 然后第二个呢 实体体积近视值是这一个 好,然后第三个呢 改变尺寸 来 那第一个呢 好 嗯 草惠右键 编辑定义 好,这里呢 好,这边 长度这没有变好 角度 A1 A2 跟A3 所以这边 A1 是60 A2 这边是100 A3 这边是90 好,确定 好 然后呢 嗯 掃描 掃描 的 截面 来 编辑定义 好 掃描 截面 这个地方 D1 D1改35 好 然后D2改30 D2改30 那一样X5 所以它的厚度 它的厚度 一样是 2.5 没有变好 所以打勾 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题目 题目我们一样Z轴 是 桌标Z轴是多少 Z轴是这一个 好 然后呢 体积是这一个 然后呢 接下来表面积是这一个 以上这边是203体